突发事件 根据外网爆料 日本漫画家鸟山明于3月1日 永远地离开了 鸟山明一生 创作了很多知名的漫画作品 龙珠 阿拉雷都是出自鸟山明之手 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不少的网友和漫迷 感到心情非常的沉痛 他们开始自发地留言 缅怀鸟山明的离世 鸟山明创作的龙珠 可以说是日本热血漫画的代表作 他将日本热血动画 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即便是民工漫的海贼王作者 可以说也是鸟山明的粉丝 他的作品也是受到了鸟山明龙珠的影响 如今鸟山明年仅68岁 就因病去世 不少的漫迷感觉 难以相信 鸟山明因为急性硬磨下血肿去世 漫迷流言 一代漫画大师就此陨落 一个时代就此落幕 希望天堂依然有龙珠 喜欢龙珠动画的小伙伴 含泪流言 鸟山明老师一路走好 以后没有龙珠抄了 龙珠抄是龙珠系列中 一个非常独特的篇章 在这个篇章中 悟空和自己的伙伴背吉塔 共同成长 在宇宙力量大会的时候 领悟自在即一宫的悟空 已经拥有堪比破坏神的力量 这部动画连载更新后 深受很多漫迷的喜爱 遗憾的是 不知未来还能否再见悟空归来 漫迷多么希望 鸟山明只是去戒王神那里修炼了 戒王神是龙珠动画中悟空的老师 悟空死后进入阴界 在戒王神的指导下 学会了戒王拳 对于悟空来说 这是一段比较难忘的经历 龙珠迷留言 鸟山明只是去戒王神那里修炼了 当然还有漫迷留言 希望能够用神龙复活 这些漫迷的留言 让不少的网友看完瞬间泪入 大家得知鸟山明去世的消息 有什么想说的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